很厲害 而且其實國內越來越多行家 都會像這樣子收藏鹿角爵 一株價格 剛剛算到千萬是比較扯的嘛 但就算是比較平價一點的 也要幾萬甚至幾百萬 那他們的培育基地呢 就藏在民宅裡面 我們找到一位收藏家 張梗華 首度曝光了他的培育基地 這個小小大概也才四五坪的房間裡面呢 藏了將近三百株的蕨類 相關設備他花了好幾十萬元 小小一間冷氣房 眼前所及範圍內 滿滿都是朱如形鹿角爵 別小看這居家空間 藏在冷房內一竹竹濾金 身價可是尚看千萬 我們實際來K箱鹿角爵溫室 可以發現在這個小小四五坪的空間內 幾乎是舉步圍堅 但從牆上到架上 幾乎有將近三百顆鹿角爵 數量相當驚人 鹿角爵重得多 自然需要專屬冷房來照顧 直視光線 溫度 通風都得同步控制 從恆溫冷氣 小風扇 到照光用的燈具 燈板 還沒算盡每月多花電費 光是培育空間的籌備 零零總總加下來 至少動輒二三十萬 設備完善之外 還得顧得勤 每三小時就得十一次 鹿角爵幼苗價格更驚人 一小豬三十萬元起跳 買苗燒錢 固絕勞心勞力 但只要培育得好的鹿角爵 價格都好談 大概在兩年多以前吧 我就找到了細菌跟育女的這種 比較豬如形的包子 然後來玩 所以這間大部分 可能有百分之九十左右 都是那時候的包子 然後把它培育大之後 然後創造出來的 其實會有印尼 馬來西亞 泰國 新加坡 中國 日本等等的國家 他們會有時候是直接飛到臺灣來 不同品種 大小的鹿角爵 行情落差很大 收藏家定期獲利 幾萬到幾十萬都有機會 但顯而易見的是 臺灣興起的養覺熱燒到國外 鹿角爵已經成為 許多海外植物獵人 真香 搶買對象